大家好,我是鸡大厨 今天给大家做一份鸡蛋油葱饼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一个主食 好,我们开始 这些是我们需要用到的食材 大葱一根 鸡蛋三枚 面粉200克 首先我们将葱切成碎状 好,待用,放在一边 将200克水倒入面粉里面 均匀搅拌 搅拌的时候我们沿着一个方向 匀速的,不断的搅拌 然后将鸡蛋,盐,葱放入里面 鸡蛋放入里面之后 继续顺时针或者逆时针 一个方向的搅拌 放入大葱 放入五克盐 加一几滴植物油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放至一边 开火 让锅充分的加热之后 再放入油 倒入植物油 盐 Jennens 确实 逼 分二 切切 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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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受热之后 再均匀地摇一下 颜色有减变深 然后我们将饼翻过来 看刚刚加热的一面 已经形成了一层薄薄的酥皮 在加热的过程中 我们要不断地让它均匀受热 好 我们再把饼翻过来 大家看 香葱鸡蛋饼 已经做好了 关火 大家看 一份香葱鸡蛋饼做好了 非常的简单 而且做起来非常的快捷 我先尝一口 嗯 非常的脆 大家能听到 咔嚓咔嚓的声音 外皮非常脆 而里面呢 非常软和 非常适合 孩子 老年人使用 大家在做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韭菜替代大葱 做出来又是一份味道 我是鸡大厨 谢谢大家 您如果喜欢 关注我 我会给大家 带来更多 美味的 中国美食 再见 拜拜 拜拜